除了投身广阔的乡村 不少年轻的创业者还会选择到一些朝阳行业当中寻找机会 九五后的徐玉喜原本是沈阳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在校期间通过做生活服务等创业项目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毕业的时候徐玉喜选择一头扎进家政行业开始创业了 来看一看她的故事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家政公司 徐玉喜正在给家政员们做每周一次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 不少家政员和徐玉喜说起了这段时间的烦心事 徐玉喜告诉记者 这样的吐槽会大部分时间她都插不上嘴 一定得等家政员们倾诉够了 再给他们做情绪疏导 推出保际在我们平台上是属于深度保际的 你是愿意加时间 然后就是彻底清洁一下 还是就按三个小时做 首先要跟客户明确这一点 如今徐玉喜管理着苏州 杭州 南京 上海的 一千多名家政员 尽管要忙的事越来越多 但是徐玉喜一直把服务培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源于她创业之初的失败经历 刚开始觉得家政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 应该没那么难 想着做自己的品牌嘛 开发自己的系统 大概创业到半年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然后就是前期的投资都已经花掉了 筹出满志的创业团队 人员房租成本开支巨大 却忽略了家政是一个重服务且低利润的行业 徐玉喜选择和家政员们一起到一线服务 我当时在一线做了大概三四个月吧 然后每天的话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吧 随着服务经验越来越多 徐玉喜的家政公司也积累了不少回头课 以前的话会遇到这个阿姨有的时候不准时 工具可能说不是很齐全 然后这样子导致这个培训不专业 我感觉现在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话 相对更年轻化一点 做事情会更专业一点 在努力做好服务的同时 徐玉喜也积极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四个城市每天的话 大概就能接到五六百单吧 如果要是到春节过年期间能翻个倍 家政公司的生意越来越红获 也让不少家政员们得到了实惠 如今大家对九五后的徐玉喜既佩服又信任 开始不怎么专业嘛 他就是不但地在教我们 做家政这一块还是蛮有潜力的嘛 然后就想着好好地跟着他干下去 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 一个值得我们去投入精力和时间去沉淀的行业